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說明會 大家平安 我是潘孟安 今天是4月3號 是屏東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說明會 特別也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完之後 來跟我們的縣民來做報告 那本縣 今天全國28個案例 那麼28個案例 280個案例 那其中本土有183個案例 境外有97個案例 那屏東本縣有三個案例 那這個案例相關的來到 包括其中有一例另外有一例是 外縣市來到本縣旅遊的確診者 來到本縣的足跡 也特別待會由我們衛生局局長 來說明這三個案例的相關的軌跡及足跡的分佈圖 另外一個來參加 應該記得一個外縣市確診者的一個足跡 也另外由局長來分別做說明 那其餘我們有一些該匡列隔離 都已經匡列隔離 那相關的軌跡說明 優先的請我們衛生局局長來做說明 大家好 我是衛生局局長施承貴 那以下就由我為大家來說明 屏東縣4月3號確診個案的關聯圖 那我想今天我們報告 屏東有三個確診個案 這個粉紅色的三個 其實三個是個兄妹 按號24331 24377 24378 那24331 她是50歲的一個女性 其實她是昨天確診個案24016 就是我們高雄某集檢所的工作人員的太太 那24012被確診以後 她太太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因此匡列採檢 在4月2號採檢 CD值是17.7 所以也確診 那其實我們去做疫調可以知道 24331 她本身在3月31號就開始有頭痛 喉嚨痛 咳嗽等等症狀 那在24331確診以後 她的其他的家人 也就是她妹妹24377 以及她的哥哥24378 都被列為密切的接觸者 那在採檢以後 24377 她在4月2號採檢 CD值是15.7 也確診 那其實24377 在3月31號也有喉嚨痛 咳嗽的現象 那24378 也就是她的哥哥 在4月2號採檢 CD值是39.6 那在2採的時候是陰性 那在3採也是陰性 那目前我們也抽她的血清 在做檢驗 後面再做進一步的一個確定 那以下三位的 等於是家庭的一個群聚中間 這個這樣的一個案例 目前我們總共匡列了 138位都已採檢 那目前陸續擴大匡列之中 那其中呢 目前有34位是列為居家隔離 104位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以下就有我在繼續為各位報告 這幾位的一個屏東縣的公共場所的足跡 在24331 她的公共場所的足跡 她在3月26號中午的時候 有到恆春鎮的洪師傅小館參加喜宴 那晚上呢 晚上5點59分到8點半 她在三地門五里坡客棧跟朋友聚餐 在3月29號她有回梁家 有跟她的妹妹接觸過 那在3月31號的時候 她因為帶女兒的 等於帶了孫子 那搭計程車到高鐵主營站 搭高鐵到新竹去找她女兒 所以在3月31號主要還是外縣醫師的足跡 到4月1號呢 跟她另外一個妹妹 駕自用小客車 新竹回到來梁家 到下午才回到梁家 那在4月2號因為被匡列居家隔離採檢確診 那因為案24331 我們總共匡列的19個人居家隔離 54個人為自主健康管理 都以安排採檢 那異調所以異調陸續匡列 24377也就是24331的妹妹 她主要在3月29號呢 有到跟朋友到六塊錯的菜園 岩埔菜園 那3月30號也是一樣 加上一個萬丹的菜園等等 那3月31號除了在岩埔菜園 以及萬丹菜園以外呢 她又在下午3點到5點 有到天地教的天蘭堂 在潮州去跟教友聚會 那4月1號也是一樣 早上7點到8點 在潮州的綠色果塞市場以外 在9點半到11點也是到潮州的天地教的天蘭堂跟教友聚會 那依她的公共主席 我們匡列的9個人居家隔離 50個人為自主健康管理 也陸續安排採檢中 那在這個地方 因為她到天地教天蘭堂是跟我們教友聚會 那我們呼籲當天有到天地教天蘭堂 就為了她去教友 一定要出來做篩檢的工作 那目前我們在潮州 潮州谷歌的社區篩檢站都已經開放 可以供大家來做篩檢 那在24378 她的案例 她的足跡就相對的比較單純 在3月29號也是跟朋友 以及24377 他們都有到六塊錯菜園 岩埔菜園 3月30號也是一樣 有到除了岩埔菜園 六塊錯菜園 以及萬安菜園 那3月31號也是一樣 都在這幾個菜園裡面的活動 所以她的足跡相對的單純 那我們目前衛生局匡列 六個人居家隔離 也都安排採檢 醫調隨時的匡列中 那除了這三位 我們的在屏東縣內境內的一個確診案例以外 我們昨天在恆春的地方 有一位從台北來的確診 來參加台灣記的一個24歲的女性 那在因為公司的公司通知她 她的公司的同事有被確診 她變列為匡列接觸者 然後採檢以後確診 因為她回來屏東 所以我們把她屏東的公共足跡 也跟大家報告 她在4月1號的時候 中午12點半到2點 她從台北搭乘129班次的高鐵到左營 那從左營站2點多到4點 搭乘計程車到墾丁山水新旅站 入住這個山水新旅站 那在晚上大概5點48分的時候 在墾丁大街大禹食堂吃晚餐 那到7點到10點就到台灣記的會場去參加 這個台灣記的一個整個活動 那到4月2號凌晨 1點19分到2點左右 也在墾丁大街7-11的門市去購物 那早上10點到下午5點55分 也參加在台灣記的會場裡面 那由於她在會場裡面被告知 被匡列採檢 所以她就跑到7乘4的墾丁山去買 家用快篩陽性以後 通知我們衛生局 那其實就是她就醫採檢PCR陽性 目前就確診 隔離在附加隔離病房 那按24399我們總共匡列了30人安排採檢 那由於她是在台灣記的會場裡面 那所以我們衛生局也根據她 十連制的一個在會場的時間的十連制 我們總共發了近萬通的一個細胞檢訊 通知大家在做採檢 或者是用自己的家用快篩 來做一個篩檢的工作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幾位 一個關聯圖以及公共足跡 好 謝謝 針對24331屏東 三個本土的案例 是在外縣市高雄工作 然後去志願的當中回到家來探親 那總共這個家庭的聚會 群聚有三個人在公眾的場域上 那目前三位已經收置在隔離病房 另外也從他們所接觸的 包括軌跡裡面有138位來進行採檢 其中居家隔離有34位 自主健康管有104位 目前疫調也陸續在擴大當中 如果有足跡相同 或是有相關的不適的症狀 特別請到我們私家責任醫院 或是在整個三個北中藍的三個快賽站 分別為屏東市的國人醫院 潮州的茂隆骨科 以及我們恆村的藍門醫院 特別提醒所有的朋友 如果有身體不舒服的 需要就醫、診療 屏東的14家責任醫院 在我們公布的網站上也都有 也請大家能配合整個防疫措施 另外在排北這樣的一個個案 在因為4月2號進入到本縣的 臺灣技的活動場合 被公司的人告知 他同仁確診 他必須接受隔離 然後積緊的去快賽 發掘陽性之後 我們特別做了 重複幾個做加強的防疫措施 在今天凌晨接候到之後 我們同時做好相關的一些疫調 包括匡列的相關人員 目前陸續在進行當中 同時今天早上取消了今天 所有在臺灣技的活動 那麼也因應這樣的個案 那我們同時今天再強化了幾個措施 特別從中午發出的細胞簡訊 那這個細胞簡訊 收到者有什麼症狀 目前在恆春三家醫院 都有一個篩檢站 同時恆春衛生所 目前在建構當中 未來在晚上也會再投入 這個恆春衛生所的篩檢站 那另外今天下午3點 目前還正在發放快篩劑 讓當天接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或是民眾認為有需要 我們免費的快篩試劑 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到這個服務台 那如果快篩是陽性 趕快聯絡1922或屏東縣的這樣的專線 來做PCR的檢測 那如果有曾經參加臺灣技的活動朋友 也戴好口罩做好自我的健康監測 那這個部分在4月1號晚上 或4月2號白天到晚上 如果有參加的活動朋友 也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那目前這是在臺灣技的現場服務台 發放快篩試劑的一個狀況 那同時也在這個篩檢站當中啟動了 中午就啟動了藍門、恆基、恆春、旅遊三家醫院的篩檢站的一個啟動 那目前所有的地方 除了這個三個足跡 四個共同今天個案的足跡以外 都完成消毒目前也在全面做大傾銷的部分 那同時也提醒所有的鄉親 在臺灣技的活動時間 我們都有這個相關的一個防疫措施 也有做防疫的相關準備 那也做好了這個實聯制量測體溫 甚至手部消毒等等 也謝謝所有到臺灣技的夥伴 大家配合防疫每一個人都戴好口罩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特別謝謝很多的樂民 大家共同的遵守 那同時在墾丁大街這幾天的連假 我們也都人、車、分流 落實量體溫十聯制 也請所有到墾丁大街 或是到旅遊各個景點 都務必遵守十聯制的一個相關的措施 那我要特別再呼籲我們的好朋友 提醒我們的鄉親 少十聯制,免十秒鐘 只要十聯制的確防疫可以保護自己 也可以提高警覺 那最重要趕快打好第三劑 那第三劑呢 目前屏東縣政府在幾個地方 屏東火車站、潮州火車站 那這兩天都分別有各個誰到誰打的莫德納 來請大家能夠誰到誰打 那65歲 只要帶健保小房卡 那65歲以上 還有不管一、二、三劑 還有五百塊的禮券 呼籲所有的好朋友 這個疫情嚴峻、疫苗施打 能夠加速、加快 能夠大家共同做好保護自己 也保護我們的家人 保護我們的倫理 那同時指揮中心也在這邊 來提醒大家 清明年假要做好相關的防疫措施 在掃墓的過程要分流 也要落實防疫 那謹慎的最重要 要謹慎的用火 掃墓 不是在燒墓 那特別呢 要這個用火的部分上 要特別小心 尊重我們的祖先 既可以達到祭祖 然後又可以 作為我們在整個安全上的一個防護 那另外 這個我們還是要連假期間 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十連制到任何一個公共場域 不用十秒鐘可以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那同時呢 也我們今天在整個所有的防疫措施 陸續有什麼疫情相關的進度 也會在如期跟大家報告 再次 冰冬縣的疫情指揮中心 呼籲大家 不要恐慌 做好自我的防疫措施 在這個連假的過程 不管季組也好 旅遊也好 做好我們相關的防疫措施 疫苗尚未施打的所有我們從預約系統 誰到誰打都可以來提升我們社區的保護力 提升自己的保護力 來保護自己保護家人 同時敬祝大家 親民連假 能夠在這個 交通安全自我提醒 分流 包括 這個掃墓的當中 也要注意安全 在這邊也敬祝大家 親民連假 快樂 然後最重要 每一個人要防疫為優先 才能生活如常 今天的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